地藏菩薩 本宴經 我們念一段經文 刀立天 西宴摩天 董帥朵天 花樂天 它化自在天 凡仲天 環補天 大凡天 少光天 無量光天 光陰天 少靜天 無量靜天 偏靜天 附生天 無愛天 廣果天 無想天 無環天 無熱天 善見天 善獻天 色究竟天 摩西守樓天 乃至非想 非非想觸天 一切天眾 隆眾 鬼神等眾 系來集會 這個經文念到這裡 這裡面啊 包括了二十八天眾 二十八天都在這裡 也就是說 每一個天啊 通通來參加這個佛陀 在刀立天的這個集會 這個meeting是很偉大的 使所有的天啊 通通都到的 連一個天都不少 大家知道這個天啊 一般的人啊 這個 談到天 他也會講的很多 他會談很多啊 什麼天 什麼天 這個天啊 分為這個 異界天 色界天 無色界天 他會註解 色界天是什麼 異界天是什麼 無色界天是什麼 都會註解 每個人都會註解 學佛的人都知道 哪個天要怎麼樣 哪個天要怎麼樣 他們都很清楚 就是沒有去過 就差那麼一點 沒有去過 因為去了都不會回來 只要你去了那個天啊 你就不可能再來 所以在殺婆世界的人啊 都是沒有去過的 講的這個嘴角啊 全部冒泡 他吹嘎鑽鑽鑽鑽鑽 但是就是沒有去過 這個是如來啊 講的 這個佛陀講的 這個天啊 這種情形 他講的很這個 很清楚 那麼大家呢 這個照章先刻 照著這個如來講的 就這樣子講給大家聽 就算聊了 他們 沒有辦法像這個 我這麼清楚的 因為這當中的幾個天 我都去過的 然後我去過以後再來的 再來這裡的 所以我很清楚 我很了解 我講的啊 就跟人家講的不太一樣 我講的就跟人家講的不同 他意思是這樣子講 他意思是這樣子講 那個異界天啊 這裡面分異界天 異界天到哪裡呢 四天王天 道立天 啊這個西焰摩天 斗帥斗天 發樂天 他發自在天 這個都是異界天 這個異界天啊 都是有欲望的 跟人間差不多 跟人間是差不多 但是越來越高哦 那個境界是越來越高 這個都是還是有欲望的天 所以稱為異界天 那麼凡仲天 一直到了這個摩西守羅天 這個是屬於禪定的天 這個是色界天 色界天 色究竟天已經很高了 但是摩西守羅天 在色究竟天的中央 成為一個獨立的王國 那麼這個是色究竟天 屬於色界天的範圍 這裡要去啊 要靠禪定才能夠到的 你沒有修禪定 沒有辦法的 從這個啊 從黃仲天開始 從黃仲天開始 這裡是一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這一定要禪定才能到的地方 至於啊 至於啊 非想非非想觸天 這個非想非非想觸天啊 這裡面包含了這個幾個地方啊 無所有處 啊 這個色無邊處 空無邊處 好幾種的地方 這裡是修空性的人才可以到的 這個無色界天 那麼這 天就分為啊 一界天 色界天 啊 這個無色界天 這三 三等 一個有欲望的 那麼 另外呢 一個是要修禪定才能到的 第三重的無色界 要修空性才能到的 這個天啊 講起來啊 好像四天王天啊 道立天啊 這個都師尊已經講過了 那麼其他這個 這些天很多很多 很密很密的 很多很密的 其實這些天只是一個 大概的一個總稱 其中還有分成很多的這個 諸天 數也數不清的 是無量諸天的 那大家知道的 這個 你要到一界天去 你守五界 修實善 你就可以到了 真正守五界修實善 你就可以到一界天 那從這個 環仲天 一直到了摩西守羅天 一定要靠禪定才能到的 那麼從非想非非想觸天 這個無色界天裡面 一定要修空性才能到的 那這個都是 不太一樣的地方啊 這是跟別人家講的 有些不同 我以為 我現在跟大家講幾個天的 這個狀況給你聽 大家也許在想 說我昨天講這個 四天王天 人間五十年 這個沙婆世界啊 你在這裡佛五十年 四天王天啊 是一天 他就是一天而已 一天 一個一昼夜 再上去年都是加倍的 一直加倍上去的 所以你也許想說 這不可能的事 怎麼會不可能呢 我們在沙婆世界 還有一種蟲啊 一種蟲 很小的蟲啊 那兩個字 我不會念 呵呵 你們會不會念 對 對 對 那一種蟲啊 是早上 我們人間 早上他就出生 那麼他活得很快樂 活活活活到晚上 他就死了 那一種蟲啊 就早上出生了 那麼很快樂 活活活活 中午他就結婚了 呵呵呵 他就mary 他就結婚 哇 到了晚上啊 生幾個蛋以後 他就死掉了 他自己認為活得很久啊 一天啊 不過是一天而已 他就是一輩 就是我們 就是一輩子 還有你知道那個dog 狗啊 那個狗啊 他的一生啊 二十歲 最長了 二十年 我們人間二十年 他就是他的一生 他到了十幾歲的時候 就已經老了 已經老了 這個眼睛他也看不到了 那聽 狗本來他是懂得那個的 他也是 我聽說有一個十六歲的狗 十六歲的狗 他眼睛已經是茫茫 已經看不到了 所以他上廁所的時候 他就是亂闖 有時候到床上 他就灑尿 也有這樣子的 所以他每一個動物的一生啊 他有固定的年齡是幾歲 像有一天的 你想想看 那我們人自己以為 哎呀 我佛個這個七十歲 六十幾歲 八十歲 哇長壽 九十幾 一百 虛音老而上一百二十 哇長壽 老佛 搞了半天了 虛音老而上 在四天王天是佛 兩天半 哈哈哈哈 四天王天是兩天半 再善氣的天啊 就不得了了 其實到了這個 這個陡帥陡天 或者更高的 他法治在天 那個都是幾千年了 就是怎麼樣 幾千歲的幾千歲 我們這邊啊 好像是說 佛個 一百二十歲 等於他那邊一個小時 差不多一個小時了 我現在只是 沒有這樣子算 只是在那個天啊 只算一個小時 Just one hour 所以人的壽命啊 是很渺小的 在沙伯世界是很渺小的 這個宇宙廣大無邊 你到了這個心眼摩天啊 就已經太陽照不到了 月亮沒有看到 太陽沒有月亮了 已經沒有了 另外的一種光 他們自己的天人啊 會閃成光 會有光出來的 膠質一片光芒 每個天人他都會放光的 那還需要太陽幹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人啊 放不出光 那你當然放不出光嘛 你只放屁而已 你哪裏能夠放光 對不對 那大家都是放屁而已 哪能夠放光 所以啊 我們必須要有太陽的光 有月亮的光 這個地方啊 心眼摩天啊 根本就沒有了 沒有太陽沒有月亮 只有什麼 他自己天人的光 他自己天人的光 就已經很亮了 你知道這個 陡帥陡天 弥勒菩薩在那裏啊 他的這種 這個 那個叫做摩尼啊 摩尼珠啊 本身就有光的 他的光電本身就有光的 他那個光芒萬丈的 不只是萬丈而已啊 無量的光芒的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太陽夜亮了 這個當然是在天外天的地方啊 講起來 你也不可能想像像摩尼珠啊 摩尼寶殿的 弥勒菩薩住的地方啊 他那個光芒是無量的 好像在虛空之中啊 已經超出太陽系以外的了 你想到 想想看 一界天的 已經超出太陽以外的了 那麼 色界天啊 那更不用講 無色界天 那更不用講 單單跟你講一個化樂天好了 化樂天 這個什麼是化樂天呢 他想要快樂什麼 就有什麼 那個就是 完全是隨心所意的 對不對 他看到啊 像我看到這個 嗯 我怎麼講啊 想 好像是說 你們 看到這個燈銷法師的口袋裡面啊 有美金 啊 有money 我就想 欸那個錢啊 應該到我這裡來 欸 我口袋馬上有了 他馬上沒有了 這個是化樂天的境界 這個是化樂天的境界 啊 化樂天的境界啊 是很 微妙的 你想要怎麼樣子的快樂 馬上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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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想要什麼 像那個佛奇啊 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喜歡車子 Lamborghini 法拉里 他喜歡的 這個樣子 他只要去那個車場 看一眼 喔 Lamborghini 法拉里 他回到家裡面 他是化樂天的天人 就這樣 馬上一部 Lamborghini 出來 結果Lamborghini 那個車場就 啊 我的車子怎麼不見了 這個變化快樂啊 很舒服啊 只要你看到 你喜歡的 你回去就可以 變化成為自己的 這是化樂天的境界 你要不要去啊 Very good Nice country Nice Nice country You can You can like everything 這個你需要什麼 就會有什麼 什麼是他化自在天呢 這個天也是很微妙的 他化自在天 自在天 這個天人啊 也是非常自在的 但是別人的心中的快樂啊 可以變成他的快樂 這是他化自在的味道在裡面 好像是我是一個天人 那麼我看這個人心中很快樂 那個人心中很快樂 他快樂什麼 馬上變成我的快樂 那麼他就變成沒有快樂 他可以把別人的快樂 全部集中在他的身上 這是他化自在 好像是說你是一個他化自在天的天人的話 你去你走出來看天下的眾生 哪一個眾生很快樂 那個快樂也會變成你的 所有的快樂都會變成你的 那你就永遠 永遠都是很快樂的 所以他化自在天的天人 那簡直是不得了的 那個就是 一般來講起來 他化自在天就是 第六天的天主 第六天天主 是很偉大的一個天主 我在這裡講他很偉大 是講他的 這個他化自在偉大 我們不講那個好像第六天天主 就是在一屆天最高的天王 最高的天主 想一想看你們從來沒有想過的 這化樂天能夠變化快樂 他化自在天 可以別人心中的快樂 都可以變成他自己的快樂 好像他吃到一個很美的東西 那個天人吃得很快樂的時候 他一看 馬上就等於他吃到的快樂一樣 那一種快樂 你想一想修行到這種境界的話 真的是 一雞棒 一雞棒 這個環仲天環補天 大環天 哨光天 無量光天 光陰天 哨靜天 全部都是禪定的境界 都是禪定的境界 修行的時候 你必須要 有這個禪定的境界 你才能夠到這些天界來的 那麼這裡有寫到什麼 無想天 這個都是很高的 修無想定的 到無想天 到無凡天 修沒有煩惱的 到無凡天 無熱天 修清涼靜的 到無熱天 善見天 最高的 見解的 最高的 正定的 到了善見天 善見天 善見天 摩西 所流天 這個善見天 跟摩西 所流天 就是 社界天 最高的 社界天最高的 就是 在社界天 得到最究竟的 禪定 靈裡面 四禪 得到最究竟的 這裡面所住的 都已經是阿羅漢了 就是三國阿羅漢 所住的地方 在社究竟天 跟摩西 所流天 都是的 阿羅漢已經 住在那裡了 三國阿羅漢 都是住在那裡的 那個都是修禪定的天 這裡面的天 各有解數 像無量光天 就是有無量的光明 對不對 這個邵光天 就是能夠發出光來了 已經能夠發出光 出來了 光陰天 以發出的光 來代表聲音 這個就是光陰天 邵敬天 就是能夠 已經達到清淨的境界了 無量淨天 就是已經 他的清淨已經無量了 這些天的境界是很不簡單的 還有很多天 我本來想跟大家講 也想跟大家談談這些天 以後再說了 這個非想非非想觸天 這個是修空性的 因為你修空性 到了最高的境界 就是非想非非想 這個境界是很難得的 這個是無色界的 你的身體都沒有了 你的心也沒有了 你融入了空的世界 但是你本身 並沒有想一念 連一念都無 甚至於達到無念 到非想非非想 這個時候 你的身心偏移一切 到了完全空無邊處 空無邊 色無邊 無所有 這種境界叫做非想非非想 無所有 身心都沒有了 空無邊 空也無止境 色也無止境的地方 這個就是最高的無色界點 那麼禪定到那一種境界 就是連一念都沒有了 這個就是很高很高的境界 那麼他最後講 一切天龍 天眾 龍眾 鬼神等眾 系來集會 這個二十八天眾 全部通通來到 道律天空集會 就是釋迦摩尼佛 放出光 跟放出聲音 去召集他們 他們都來 那麼我們修禪定 會有很多很多的境界 我記得以前曾經跟大家講過 有一個地方 那裡的天人 都是在睡覺 都是在睡覺 這個一睡三千年 一睡 他就睡三千年 醒過來已經三千年以後 以後的事了 中國的這個神仙 這個陳熙夷 陳熙夷 有沒有 人家叫他 就是 睡仙 睡仙 他也能夠一睡三千年 他一睡 就三千年 他也能夠睡了很久 有一個天界是這樣子的 一睡三千年 他也認為這個睡啊 是修睡功是最好的 他們這些仙人呢 站著也能夠睡 坐著也能睡 吃飯也能睡 上一號也能睡 幾乎所看到的都是在睡 也有這樣子的這個天界 神仙的境界讓你想都想不到 我告訴大家 我昨天不是講了這個發生迷信啊 這個人間的科學嗎 人間的科學 但是呢 事實上 在天上界 還有比人間的科學 更懂得更厲害 我告訴你 這個摩西手樓天的天主 讓他更厲害了 他只要眼睛眨一下 眼睛只要眨一下 摩西手樓天的天主 他眼睛只要眨一下 他能夠知道啊 沙婆世界啊 下幾滴 你科學能夠知道嗎 科學可以知道是下這個多少雨量 雨量有多少 但是幾滴你知道嗎 我們房子的四周要下幾滴 幾滴啊 一滴 算一滴啊 OK 那麼幾滴你知道嗎 當然不知道了 但是他厲害啊 摩西手樓天的天主 能夠知道下幾滴耶 所以他也有他的科學文明 不是沒有 所以天上界啊 你不要看哦 很悲凡的 不同一個房間 那今天就跟大家談這個 諸天談 以後有的話再補充 Omana be me home